最近这个股市又热起来了 大家都知道在之前股市热的时候 大家关注的都是茅台 每天都是白酒涨了 这个酒涨了 那个酒涨了 是吧 酒中茅台 茅台之酒 所以大家都很喜欢这个茅台 但是最近有一个东西 抢了茅台的风口 风头就是药中茅台 药茅 片仔黄 片仔黄的股价 蹭蹭蹭的往上升 当然它的这个股价 还不是主要的 主要的是片仔黄这个药 药的零售价 也在蹭蹭蹭的往上升 涨得很吓人 一粒药好几百块钱 涨涨就会一千块一粒了 这个以前讲这个威尔刚 那个药 它一粒好几百 大家就觉得受不了 其实那个一粒就见效 是吧 我也不知道片仔黄这个药 一粒见多少效 是吧 但是它是一个中药 所以人家的配方还保密 不告诉你 所以呢 网上很多这个知识博主呢 也开始来普及一下 什么是片仔黄 片仔黄这个药丸是肝炎的 当然我们知道 中国的肝炎患者是特别的多 但是这么多的肝炎患者去消费这么贵的药吗 那肯定不是的了 现在片仔黄一千八一盒一盒两颗 一粒就一千八了 这个价格确实又改变了我的这个认知了 所以现在这个价格 有的东西的价格在蹭蹭蹭的下涨 所以尤其是这种治病救命的药 当然这种药还属于因为慢性病用药 你说要花掉这么多钱 看一个肝炎 花掉这么多钱 确实是不应该的 所以现在已经出了这个限购令 一个人只能买两粒 两粒见效吗 如果不是的话 将来要治这个病又怎么办呢 所以片仔黄真是给大家出难题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